人类史上全是最大的人 我上集特地卖了个关子给你们猜 结果绝大多数人居然跟我说是大英帝国的维多利亚女王 看来水平低的人还是占绝大多数 关于维多利亚我以后有空做一集 但你们用脚趾头想都知道 我的频道主要就是谈霸权强权 维多利亚要是权力大 我就不会老在这里和你们说蒙古帝国了 我肯定就敢说大英帝国了嘛 其实只要看过我早期影片 答案都不难猜 地球史上权力最大的人 当然是深层政府的人 即蒙古帝国深层政府的影子帝王 博尔赤金巴图 简称巴图或者拔都 但你喜欢也可以叫他巴图 巴图 反正外国人名字嘛 怎么英语都可以 我就叫他拔都好了 虽然他爷爷陈志斯汉一个人 就打下从太平洋到离海的变态版图 留下一条征服世界的遗命 而这条遗命 就是日后照亮拔都权力之路的一盏明灯 再比如说美国一个议长跑到台湾 台湾就必须高规格的接待 而台湾总统蔡英文到了纽约 人类史上出现过的一切君主 全部都成了微不足道的小卡 阿克斯对俄罗斯历史有一段经典的总结 他说违禁人的俄罗斯从历史舞台上彻底消失了 而他残存下来的细微痕迹 江泽民是王 邓小平是造王者 理论上江泽民是党政军的最高统领 1996年邓小平还没有挂掉 江泽民就敢对邓小平的儿子动手 从此拔都正式兼任全俄罗斯沙皇 俄罗斯的边年史当中称他为Cesar 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在诺夫哥罗德边年史 他每天都躲在福尔加河边的草丛里 和一群金发女郎野战 之后拔都已经得了艾滋病 拔都是蒙古帝国最闪亮的明星 俗清乌鲁斯的君主 俄罗斯的沙皇 以和蒙古鲁乌鲁斯的影子可汗 也是整个地球史上一只权力最大的人类 虽然他爷爷承基斯汗一个人就打下 从太平洋到离海的变态版图 但承基斯汗时代的蒙古帝国还处于上升期 没到巅峰期 经过承基斯汗和沃克塔两代人的扩张 蒙古帝国到达了巅峰 统治的地盘达到了变态的3400万平方公里 你即使放到今天 他也是世界最大国家俄罗斯的整整一辈 是绝对意义上的地球霸主 而拔都就是这个时代的至尊 其实历史上还有个人物和拔都是同级别的 等一下我会提到 今天我就详细说一说拔都这个人 当然了 我说这些不是空口无凭的 以下你会发现 我引用的史料大多都是英文 至于这些史料的出处 我后面再说 拔都是承基斯汗的孙子 祖七的次子 他是正统的黄金家族 当年他老爸祖七战功高 能力强 承基斯汗也尤其偏爱族器 分奴隶的时候 分给族器九千户 比分给其他三个儿子的都多 分地盘的时候 分给族器的地盘最大最富数 并且承基斯汗还规定 将来往西征服的一切土地 都归族器家所有 而且承基斯汗本人也一直把族器 看成自己的捍卫继承人 当年承基斯汗牺牲回来后 和耶律刘哥的老婆交谈时 字里行间都把族器称为太子 后来承基斯汗选继承人 也是打算把位子传给俗器 结果因为查核台搅局 导致俗器没有当成太子 这是一种权威的说法 还有一种权威的说法 是承基斯汗一开始就决定 沃阔台是最适合继位的人 还让其他的儿子立字句 服从沃阔台 总之无论哪种说法吧 俗器作为长子 在家族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至于俗器是不是承基斯汗亲儿子的谣言啊 我在以前族器血统全面破解那几 已经屁股摇了 这里就不重复了 1227年族器挂掉以后 他的所有儿子当中 就属拔都的能力最高 最具备王者气质 就连拔都的哥哥奥拉达都心服口服 主动说我不如拔都 所以拔都就成了族器家的老大 族器的死让承基斯汗悲痛欲绝 半年后承基斯汗也敲了辫子 留下一条征服世界的遗命 而这条遗命 就是日后照亮拔都权力之路的一盏明灯 承基斯汗挂掉两年后 沃库台登上捍卫 沃库台尊承基斯汗征服世界的遗命 发动对中国、中东和欧洲的军事征服 又因为承基斯汗说过 往西征服的一切土地都归族器家 所以西征的统帅 当然就必须是族器家的领袖拔都 这就是1235年到1241年 著名的第二次蒙古西征 蒙古西征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都被别人给说烂了 我就不多说了 总之 拔都军队的铁骑踏到了中欧 引马多脑河 让拔都的大名 响彻了欧洲大陆的每一个角落 因为拔都的老爸 本来就是陈基斯汗的长子 作为长子家的领袖 拔都本身就受到尊敬 再加上他西征力下的票汉战功 让拔都在黄金家族内部 树立起了极高的威望 在这次的西征当中 后来蒙古帝国的第三代可汉古尤克 第四代可汉蒙哥 也就是忽必烈的大哥 都是拔都的部下 拔都西征一直达到1241年 这一年卧阔台挂掉了 于是拔都立马收工 回到自己的大本营 离海以北 弗拉加河下游的草原 之后 俄罗斯众王公都跑来朝见拔都 1243年 拔都册封亚罗斯拉夫二世 为弗拉吉米尔大公 从此拔都正式兼任全俄罗斯沙皇 俄罗斯的编年史当中 称他为Cesar 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在诺夫哥罗德编年史 1245年的条目当中 基辅大公米哈伊尔对拔都说 我向您鞠躬沙皇陛下 因为上帝赐予了您 统治这个世界的权利 Cesar是古东斯拉夫语 在现代的俄语里面写作 这个词虽然说来源于罗马的凯撒 但罗马从来都没有统治过俄罗斯 罗马的统治者也没有当过俄罗斯的沙皇 而拔都是真正军临俄罗斯的沙皇 也是俄罗斯的第一个沙皇 在此后的两个半世纪当中 历代金帐汉都坚韧全俄罗斯沙皇 亚历山大尼弗斯基你们应该都知道 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大英雄 武汉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现在在武汉江岸区 靠近武汉美术馆那里 有一个俄国人造的汉口东正教堂 他的本名就叫亚历山大尼弗斯基教堂 1252年尼弗斯基和拔都的儿子萨尔塔 结拜当了兄弟 并且让了拔都沙皇当干爹 从此以后 但凡哪个俄罗斯王公 敢对金帐汉有一丝的不忠 尼弗斯基就第一时间带兵 把他给打爆 而300年后 莫斯科第一个成沙皇的伊凡雷帝 就是尼弗斯基的九世孙 马克思对俄罗斯历史 有一段经典的总结 他说违禁人的俄罗斯 从历史舞台上彻底消失了 而他残存下来的细微痕迹 在蒙古的恐怖冲击下 消失得无影无踪 并非违禁人的野蛮荣耀 而是蒙古的恐怖滋养 使莫斯科孕育和成长 而现在的俄罗斯 就是莫斯科的遍体 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说 以基辅为中心的古俄罗斯 已经被蒙古给掐死了 现在的新俄罗斯 其实就是莫斯科 而莫斯科是蒙古一把石 一把尿给喂打的 古俄罗斯和新俄罗斯 就像两个同名同姓 毫不相干的人 而那个掐死古俄罗斯 让新俄罗斯形成胚胎的男人 就是拔都沙皇 他彻底改变了 后世整个俄罗斯的命运 当然拔都对后世世界的影响力 并不是本质的重点 我们今天主要谈 他在世时的权利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拔都是如何到达权力巅峰的 早在当年试证的时候 拔都就和自己的部下Guyuk结了仇 Guyuk是沃克台可汉的儿子 所以他极度的嚣张跋扈 在西争的时候 曾经当众羞辱拔都 然后沃克台就大怒 把Guyuk给调了回去 还差点把Guyuk发配充军 后来沃克台被自己的养子 蒙哥劝阻 从此 巴都和Guyuk两个人 就彻底变成了仇人 沃克台死后 因为拔都一直不肯出示选举大会 导致捍卫空缺了长达五年 也让Guyuk的既位之路 变得非常的艰难 后来Guyuk好不容易登基了 巴都连他的登基庆典都不去 你要论战功和才能啊 Guyuk都远远不如巴都 但Guyuk的野心 丝毫不输给成吉斯汉和沃克台 他是要征服整个世界的男人 对内部搞中央集权 对外写信恐吓教皇 所以对巴都这样威望极高 又不服从自己的眼中钉 Guyuk怎么可能放过他们 1248年Guyuk带着军队西进 打算灭掉巴都 再踏平整个欧洲 巴都得之后 也率领大军东晋 结果Guyuk却蹊跷地死在了半路上 他在捍卫上做了只有两年不到 就这样 蒙古帝国的第一次内战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1249年 安德烈龙居苗代表法国国王路易九世 出使大蒙古国 等他到达蒙古首都哈拉荷林的时候 他才知道Guyuk已经挂掉了 根据他了解到的情况 Guyuk是被巴都派出的特工给毒杀的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争的最高境界 这也证明了 Guyuk在圣经百战的巴都面前 终究还是太嫩了 Guyuk死后 巴都就地召集黄金家族各系的宗王 召开库里尔台大会 来决定新可汉的人选 别的宗王都积极响应巴都的号令 包括蒙哥 忽必烈都去了 沃阔台和茶海台两家虽然没去 但以失恋门为首的沃阔台的孙子们 派了使者过去表态 说巴都是宗王的老大哥 他说的话就是法律 我们认同他认为合理的一切 绝不违背他的意志 失恋门是什么人啊 他是沃阔台的皇太孙 是当年被沃阔台清典的捍卫继承人 只不过后来他的捍卫被Guyuk夺走了 所以Guyuk他本身也是违反了 仙可汉的遗命而登基的 所以这时候失恋门 他才是蒙古帝国捍卫的合法继承人 沃阔台系和巴都系虽然关系不好 但表面上也必须对巴都这位老大哥 表现得如此卑微 在大会上 宗王全部都请求巴都来当可汉 但是巴都拒绝了 然后宗王又对巴都说 老大 这个可汉要么你来当 要么你指定一个人 你说谁就是谁 我们都绝不违抗您的命令 所以你从黄金家族各系的宗王 对巴都的态度 就可以看出巴都的权势和威望 有多么的恐怖 于是巴都就指定了蒙哥当可汉 宗王都不敢有意见 之后巴都就派自己的弟弟比尔哥 率领一支军队 送蒙哥回到蒙古本土登基 并且巴都 杀林说 抗令者杀 沃克台家族和查核台家族 虽然不满 但在巴都的权威和军队面前 都不敢抗令 就这样 巴都一手把蒙哥扶植上了蒙古帝国的捍卫 巴都远在离海 却可以凭自己的权威和武力 左右五千多公里外蒙古帝国中央的权力更迭 蒙哥登基后送了很多礼物到巴都那里 当时的波斯史学家描写 就像世界之王将礼物送给造王者 蒙哥是世界之王 而巴都是造王者 而之前 沃克台家族说的那句 巴都说的话就是法律 也完美地在自己身上得到了验证 对巴都不满的查核台和沃克台两家被大侵袭 查核台的孙子狼王布里 曾经在施政时也是巴都的部下 并且和古优克一起羞辱过巴都 结果蒙哥就把布里银花大绑送到了巴都那里 被巴都砍掉了脑袋 这时候的蒙哥虽然是世界之王 但他的权力依然不及造王者 这一点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就可以看出来 蒙哥上位之后 曾经对法国使者鲁布鲁克说 我与巴都的权力就如同阳光般普照的整个世界 蒙哥自理行间把自己和巴都并列 然而根据鲁布鲁克本人的观察 他发现实际上巴都的权力比蒙哥更大 这一点鲁布鲁克写得直接了当 他说由于巴都比蒙哥更强大 所以巴都的使者在蒙哥地盘上受到礼遇 而蒙哥的使者在巴都的地盘上 往往得不到相应的待遇 外交上的待遇差别 是双方地位高地的直接体现 比如当年史必可汉的使者到了唐朝 李渊作为史必可汉的臣子 他不但设宴款待 还隐身欲作以宠之 而唐朝使者到了史必可汉那里 并不会得到什么特别的待遇 再比如说美国一个议长跑到台湾 台湾就必须高规格的接待 而台湾总统蔡英文到了纽约 纽约的州长、市长、政要们 根本连剑都不见他 有些巴都不想管的事情 他就把皮球踢给蒙哥 比如鲁布鲁克请求巴都 让自己留下来传教 巴都懒得管这种事情 于是他就说自己没有这个权利 一脚把皮球踢给了蒙哥 然而蒙哥写给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国书 却要事先送到巴都那里 让巴都省阅、批改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巴都和蒙哥的关系 就类似于当年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关系 江泽民也是邓小平一手扶植上去的 江泽民是王 邓小平是造王者 理论上江泽民是党政军的最高统领 邓小平必须听他的 但实际上邓小平才是幕后的主子嘛 邓小平不想管的事情 就说自己退休了 把皮球踢给江泽民 但是像经济改革这种原则上的东西 江泽民如果敢不服从邓小平 那他就得下台 但区别就是 1996年邓小平还没有挂掉 江泽民就敢对邓小平的儿子动手 而巴都即使在挂掉之后 他的弟弟比尔哥也根本不把蒙哥放在眼里 巴都死后 蒙哥侧封了两个金帐汉 在短短两年当中 双双被比尔哥毒杀 蒙哥他心知肚明啊 但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乖乖承认比尔哥就是金帐汉 连蒙哥都不放在眼里 像忽必烈这种搞叛乱的人啊 就更不用说了 巴都的孙子蒙哥铁木尔 把忽必烈的四皇子纳穆汉作为人质 扣留在金帐汉国长达八年 论权势 人类史上出现过的一切君主 除了成吉思汉和沃克台 其他的有一个算一个 在巴都面前 全部都成了微不足道的小咖 成吉思汉毕竟是爷爷嘛 他定的律法 巴都也得遵守 说他在巴都面前是小咖 有点怪怪的 沃克台是和巴都同级别的人物 但我没有什么兴趣说他 因为他的经历相对于巴都来说 有点无聊 根据鲁布鲁克记载 巴都的身高和欧洲贵族 伯蒙的约翰差不多 但至于伯蒙的约翰有多高 他没有说 所以我也不知道 在人格方面 教皇使节伯浪嘉宾 对巴都的评价 对自己人很仁慈 但敌人却对他充满恐惧 他在战场上极其凶惨 由于他常年领兵战斗 因此他的战术高超且狡猾至极 伯朗嘉宾在经过被巴都扫荡后的基辅士记录道 他们袭击了俄罗斯首都基辅 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毁灭城市和要塞 对男人进行屠杀 当我们穿越那片土地时 看到田野里无数的人头和人骨 这个曾经非常大的城市 曾经有许多居民 而现在他们都已经不在了 只剩下200栋房子 活着的人全都沦为奴隶 忍受极为残酷的对待 但同时啊 在蒙古帝国内部 巴都以仁慈慷慨和智慧组成 他的部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三一汉 也就是仁慈的汉 巴都这个人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 他虽然权力无边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但从他做过的事情来看 他其实是有点与世无争的 自始至终你都看不出他有多大的野心 他一开始西征是可汉沃货台的命令 后来干掉古尤克也是被迫自保 古尤克死后 蒙古众王拥护巴都当全蒙古可汉 他没有兴趣 而是选择扶植蒙哥 他之所以必须插手这件事情 是因为他必须确保 不会再出现一个古尤克那样的人 蒙哥上台后 巴都闲下来了 但他也没有去搞对外军事扩张 甚至很多金帐汉国的内部政务 他都让自己的弟弟比尔哥和儿子萨尔塔去管 俄罗斯的王公们 每年到金帐汉国来接受册封 巴都就让萨尔塔去处理 他连自己内部朝政都不管 我们也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当初他不敢当可汉 明显就是因为懒吗 生怕朝政太忙影响自己玩耍 我也不知道他每天都在玩什么 我估计他每天都躲在福尔加河边的草丛里 和一群金发女郎野战 但是我没有证据 虽然没有证据 但线索还是有的 1253年 鲁布鲁克在金帐汉国见到巴都的时候 他记载当时巴都脸上已经长满了红斑 根据我本人的医术判断 这时候巴都已经得了艾滋病 至于我的医术如何 我告诉你们 我从小就会动手术 我小时候有一次看到我外公养的鲸鱼 两个眼睛上长着两个水泡 于是我就用剪刀帮他动手术给切除了 虽然最后鲸鱼没有醒过来 但水泡却是切除了 所以这个手术本身它是成功的 鲸鱼自己没醒过来 这不能怪我 跑题了 开个玩笑 其实著名的历史学家 勒内格鲁赛已经解释过了 鲁布鲁克所说的满脸红斑 是翻译问题 其实说的是拔毒面色红润 那么本集影片我引用的史料 主要来自于阿塔玛丽克志菲尼 博朗嘉宾 安德烈龙之鸟 威廉鲁布鲁克等等这些人的描述和记录 1245年 博朗嘉宾带着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亲笔姓 出使大蒙古国 他先到金上汉国见到拔毒 再到蒙古本土见到桂游 并且参加了桂游的登基庆典 安德烈龙之庙也是两次出使蒙古帝国 第一次代表教皇 第二次代表法国国王路易九世 但等到了才发现 古鲁克已经被拔毒给干掉了 威廉鲁布鲁克也是路易九世的使者 他先到萨莱 见了拔毒本人 再到哈拉荷林见到蒙哥本人 回去的路上又经过拔毒的地盘 见到了拔毒 并且他与拔毒和蒙哥都有交流 阿塔玛利克制菲尼也是两次到蒙古帝国首都哈拉荷林 他第二次去就是去朝核蒙哥登基的 并且他在蒙古帝国待了整整一年半 所以以上这些人的记录都是第一手史料 以及最接近第一手的史料 都是用拉丁文和波斯文记录的 我看不懂拉丁文和波斯文 所以我就只能看最接近原著的英文译本 除了以上史料外 还有俄罗斯的边年史 波斯人拉斯特丁 瑞典人亚伯拉罕多桑 以及法国人勒内格鲁塞整理的史料 其中的相当一部分 也是引用以上我说的第一手史料 这些记录 无论是权威性还是细节程度 都远远高于蒙古帝国分裂一百多年后 明朝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就草草修完的原史 也正是因为原史漏洞百出 到了清末明初才被重修 称之为新原史 而新原史里面的很多资料来源 也正是参考了以上我提到的那些波斯 和欧洲记载的蒙古史 现在国际上的那群蒙古学家 都无一例外的严重抬高忽必烈 把忽必烈这种只统治了 蒙古帝国一个分支的人 当成蒙古可汉来看待 尤其是日本的蒙古学家 都快把忽必烈吹成神了 而对真正强大的影子可汉拔都 根本就没有人说 那我只能说 这帮史学家读时太不仔细了